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伙频道 今天给大家上手SKN的一把键盘 青龙4.0 98配列 带小键盘支持全键热插拔的 这么一款产品 我们先简单开一个箱 我这把键盘的配色是 电它其实有一共三个配色 雷、电、云都挺好看的 整体外观设计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 指示灯在数字区域的左边挺醒目的 旋钮质感也相当不错 后侧有开关还有插座孔 然后开关设计还是挺直接的 相对于拨感开关 IS的开关真的能避免很多误操作 这个必须承认 底部就是常规的两段式的角称 以及2.4G磁吸接手仓 细节处理还是可以的 键盘前高是21毫米 键帽方面还是相对于前代做了一些修改 MDA高度的球帽、PPT材质 这种键帽也是我喜欢的任性 打字触感也不错 键帽细节处理也是很不错 周体是TTC的烈焰红VR 很多老哥都说这款周体不错 但是我也第一次体验 所以好不好我也不知道 就要给你们评价吧 不过整体的手感确实还可以 敲击的声音方面 其实跟我之前体验过的有一点点不同 比较脆 但是也挺集中的 手感也是比较Q弹 有一点Spring的感觉 功能方面4.0的QMK开源 改键确实挺不错的 还支持SKM网页驱动改键 可玩性还挺高的 前提是你得用支持Chrome内核的浏览器才可以 延迟方面也做到了变态的低至1.25毫秒 虽然说我用不上这么低的延迟 但是总有人用得上 也算是利好游戏玩家和追求极致体验的用户群体吧 灯光方面采用的是下灯位 刁钻的角度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一滴多的漏轴 问题不大 灯光模式也很丰富 电的配色搭配红色光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挺带劲的 总的来说300多的价位 竞争力还是挺强的 可以盲居 最后来一段打击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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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c f 我们下期再见 上面